除了凄美的爱情 电影《金武凤云陈真》也首次加入了《陈真兽刑》的戏份 在以往描写陈真的影视作品里 这位民族英雄基本上都是战无不胜 而这次真子丹在片中却要接受日本人的言行拷问 包括电刑 那么真子丹是如何拍摄兽刑戏 自己又会不会受伤 下面的娱乐现场将为你独家揭幕真子丹拍摄《陈真兽刑》的全过程 9月21号电影《金武凤云陈真》刚刚上映 真子丹在片中的打戏就让观众奇喊过瘾 不过在这部电影中 真子丹扮演的陈真除了打别人还要被别人打 因为片中加入了陈真兽刑的戏份 真子丹拍摄兽刑戏是因为在电影中 陈真独闯日本情报机关总部 被日本人抓住之后受到了严刑拷打 这部分戏就是刘伟强和陈家上所说的 和以往的陈真不同的地方 而为了拍摄出兽刑的真实感 真子丹可没少受罪 刑法一 冰刑零下20度拍摄 在电影《金武风云陈真》中 真子丹遭遇的刑罚之一就是鞭刑 虽然这在各种刑讯逼供的电影中 已经司空见惯 但是对真子丹来说 被鞭子抽还是第一次 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 刚好赶上冬天 室外气温达到零下20度 真子丹要赤裸着上身 而周围其他人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拍摄的道具则是一条沾了水的皮鞭 在这样的情况下 真子丹遭鞭刑的戏份连续拍摄三个多小时 刑法二 电影 持续电机曾令真子丹浑身发抖 解密完鞭刑 接下来就是更加严酷的电影了 拍摄现场 真子丹全身没有任何的抵挡物 一圈圈铜丝死死捆住他全身 将其固定在椅子上 拳脚全都施展不开 而一通上电 整个人便将痛苦难当 在各种酷刑中 电刑可以称得上是最科学的一种 也是最残酷的一种 而且可以持续进行 在战争时期 很多国家都会对俘虏实行这种刑罚 大家可以想象 自己被通上电那种痛苦难当的感觉 而且当对受刑人反复使用电刑时 其痛苦程度将会一次比一次强烈 电影《金武风云陈真》在拍摄时 真子丹就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电击 最后就用电电打 真电一样啊 刑法三 东行其上 真子丹遍体零伤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残忍的刑法外 在电影《金武风云陈真》中 真子丹还遭遇了各种酷刑 比如被绳索吊起 将烧红的烙铁直接烙在身上 而遭受拳打脚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金武风云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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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啊 还没说话 不是 导演觉得要快点拍了 因为真的要很冷 他真的我感觉说全身要撕掉 很冷 之前要发了很多小时 所以春战之后就很快要拍一拍掉这些尝试 我整个身体伤了太多了 大家也知道了 这么多年来拍舞打片那一集 但是我相信人的最强的力量来自于他的